今天跟平時有少少不同 就在這裏出了公路 跟著上又是Kingston Wall 麥當勞和Home Depot 看看東西 麥當勞吃早餐 Home Depot 看看建材 昨天就recruit了一個人幫我做些圓藝 或者做些簡單一點的工程 因為圓藝不需要很高的Skills 例如油油 砌瓷磚那些 Skills要好一點 圓藝的都很快上手 戒幾條幕有多難 收螺絲 甚至戒好叫它收 就是這樣 現在這裏已經是進來Pickering 前面有見到那些大天晴 前面有見到那些大天晴 就是這個地方的發展非常好 好厲害喔 轉了燈 那就順手去買 喝咖啡吃早餐的地方 不是Tipham Houghton 不是Tipham Houghton 是這間 不是Tipham Hough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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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來喝咖啡是第一次的 通常我是放工來這裡 有講少許經濟消息 經濟消息 經濟消息就是 減了四分之一利息 希望 又有辦法改善到地產業的頹勢 原來那些傳媒 原來的交易量 是少了兩成 生意差了兩成 你說死不死 好 現在進去 檢查一檢查吃東西的地方 先不要走開 各位 皮克寧的第一個添黑 然後第二個 我相信是在 Rice Road的地方 現在試試 這個 嘩!你一出來 聽了噪音就知道 多嚴重 這間 麥咖啡呢 幾漂亮的環境 你看看它 它都寫了一頓本 就是 做好一點的那個 讓大家觀感上好一點 走快兩步 快點進去 讓大家不要受這個噪音的滋擾 非常嚴重 非常嚴重 看我 說三次 嘩! 它這裡插了一盆花 很漂亮的 這個花 是假的 哈哈哈哈 被它騙了 我看到是假的 馬上告訴大家 否則 不好意思